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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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23年注册成立为一个独立的城市 以区别城市可威娜 在随后的几十年 核桃林和甘居原种植业继续蓬勃发展 威斯科威娜位于南加州洛杉矶县东盛盖博谷 亚裔人口占到了2.5万人 其中大部分基本上都是华人 所以说也可以说威斯科威娜是一座华人人口聚集的城市 据华文媒体世界日报报道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西科威娜也引来了中国的投资 在2014年10月左右 华人投资的假日酒店开始在这个地方运营了 与假日酒店并立的还有其他另外两家酒店 也是咱们华商投资经营的 据了解 该市市内三千余个商家 已经有超过20%都是华商经营的 华商投资也确确实实的帮助了 这个威斯科威娜的经济发展 也增加了一些就业机会了 那夏天到了 夏天到了就意味着有更多的心情想要说 我想要好好享受一下大自然 虽然疫情期间大家还是要保护好自己 那说到风景 威斯科威娜在该市有个叫做 Goster Wilderness Park 这个地方提供了高度发达的 洛杉矶居民休闲接触大自然的 这样一个机会 在这个公园里面 有核桃木等加州原生植物 也提供了很多野生动物的栖息场所 威斯科威娜由于华裔众多 治理该市政府的政府官员 也出现了华裔的议员和市长助理 目前在很多部门有的人讲广东话 有的人讲越南话 菲律宾话 有很多人是讲中文的 所以对我们来讲其实是很方便的 也是由于引进了很多的商家 每年威斯科威娜的销售税也增加了百万元 华人居民也从占人口的15% 也增加了25% 那这个地方原有的10%的华人商家呢 也增加到近40% 新增添了700多个各类商家呢 也创造了千余个工作岗位 那生活的便利性呢 也就造就了咱们这个生活的舒适度 那主播很多朋友都住在这个地方 所以对这个地方也是非常了解的 那有个私心小推荐 比方说我们很很 这边地方中国超市也是很方便的 但是有个叫做Tokyo Central 这个地方很多我们想吃日本美食的朋友呢 我觉得这个地方 咱们可以不用跑到Tokyo Dontown那个地方那么远 这个地方就有很多日本直送的一些 什么乌尼啊海胆啊 鰂鱼饭啊什么的 我们一会看一看房子里面 帮大家推荐的几个房子 有没有距离这个地方比较近一点的地方 那华人嘛 我觉得我就是华人中比较典型的一种吃货 就是对每个城市的那个吃啊非常了解 好那闲言少叙 那咱们还是走到我们这个Google的主页 搜索CCHP 点击进入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website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输入webskvina 点击搜索 可以看得到哈 在这个区域 这么个区域中有这么多房子在出售 那我们先来看 还是这个地方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哈 最低价最高价呢 我们可以选择 但是主播刚才已经讲了 在webskvina的中位数呢 为50万元左右 所以呢 我们可以把最低价也定在10万 最高价定到100万 无所谓了 咱们想要尽可能看一看嘛 具体的这个东西 咱们可以根据咱们个人的情况的budget 咱们自己去定哈 同时呢 卧室啊 浴室啊 我们也不规定 具体几间 房屋类型呢 咱们也都看一看 周边学校呢 我们也是啊 给大家更多的这样一个选择嘛 所以我也没有把它限制在某一个范围之内 那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上市三天的75万的这个房子 好不好 它是一个三个卧室 2.5个浴室的一个独立屋 售价是75万 那室内面积是181平方米 1945平方英尺 那土地面积呢 是777平方米 那也就是8367平方英尺 然后有两个停车位 首先呢 还是来看一看图片哈 门口的这个草地间还是比较整齐的 好 然后进入看 我们先大体看一下哈 那基本上呢 就是这种 刚才主播已经讲了 这座城市的卖点是什么呢 就性价比比较高 所以我觉得这个房子很很tipical 很具有代表性 就是很实用 首先呢它这个也是瓷砖的这样一个厨房的一个设计是吧 然后采用的是一个深深棕色的这样一个木质的这个橱柜 然后同时呢 采用铝合金的这样抽油烟机呀洗碗机的这样的一个设计 就是非常的方便也非常的实惠一点哈 很实在 然后在这个地方是一个小饭厅 同时呢也是这种玻璃的这种餐桌哈 也是方便整理的 然后墙上也会用一些装饰化 让整体的氛围呢变得更温暖一点 这个应该是客厅啦 客厅采用的这个地板啊 也是比较深色的这样的一个 我觉得跟那个厨房还挺相互回应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个也是比较典型啦 比较正常的这个装修风格 所谓的正常呢 就是说没有非常的突出 然后同时呢也是该有的都有 也能满足咱们日常生活的所有的一个需求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这个就是卧室 然后看一下 后面还有一个游泳池 夏天的时候呢 我可以在这个地方跟家人玩一玩 尤其现在在疫情期间呢 自己有这么一个小的一个private space 大家也可以享受一下夏天 我真的觉得是很好的 好图片我们先看到这里 我们再来看一下 学区资讯 虽然说这个该市的教育呢 并不是特别突出 但是你也可以看到也有九分的学校 是吧 那这个咱们就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 看看你们家里的小孩子 或者是说你未来有什么打算呢 这个东西都可以考虑在这个范围之内的哈 那再来看一下生活资讯 生活资讯 主播刚才讲的这个TOKYO三丑 距离你们家才0.9用力 我觉得你中午的时候可以去买一点 那边他们的便当我觉得种类是非常丰富的 还有日本那种小团子 还有那种各种各式各样的什么日本炒饭炒面啊 都挺好吃的 然后也有生鲜 那边综合市场 然后沃尔玛当然也是必不可少的哈 你看二英里有一家 2.1英里还有一家 那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然后看一下周边成交 你看一下成交价 你看基本上是42万 51万 76 44 基本上都围绕着50 然后上下20万左右在 在上这样一个range内 你看距离你们家也才0.2 0.3 0.4 6万左右 就在你们家附近 确确实实在你们家附近 所以像上次主播跟大家讲的 点击这个地址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会出现那个成交的价格 包括成交的日期 然后也看到这个浴室几间啊 卧室几间啊 房屋类型是怎么样啊 尤其是这个室内面积 土地面积是怎么样啊 大家可以拿 因为距离你们家确实非常的近 我们可以拿这个东西 作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参考 来看一看 我们买要买的这个房子 他offer给我们这个价格到底合不合理呢 那我们在bargain的时候 又有多少这个讨价还价的空间呢 是吧 然后点击更多 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你像啊 他的这个具体的一个位置啊 然后那个房屋类型 室内面积啊 物业费啊什么的 可以从啊 地理的考虑啊 经济的考虑啊 也可以从啊 这样啊 交易价格进行一个比较 所以说啊 华人工商这个功能 我真的觉得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很好的一个武器 同时我们卖家我觉得也挺好的 我们也可以知道出价的时候别把这个价钱弄得特别不合理 那这样的卖的也比较慢一点哈 然后呢 好 那这个房子呢 我们先看到这里好不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间看一下哈 我们看一下这个已经上市三天的这栋房子好不好 这个售价是79.6万 也是一个独立屋 是四个卧室三个浴室 然后 呃 室内面积是216平方米 土地面积是571平方米 然后我们点击进入看一下 他这个前面的这个道啊 包括整体的感觉是比较干净整洁的 然后我们顺着这个路哈 我们进到家里面 一进来应该是一个非常宽敞明亮的 你看我觉得举驾也很好很舒服很高 一个宽敞明亮的这样一个客厅 我觉得它的整体的颜色应该是以暖黄色为主色调 然后你像这些大的这样的家具包括沙发和柜子啊 用一种比较深沉的这种黑色 把整体这个氛围压下来 就会变得温暖中又有沉着稳重的这样一个感觉 那你像刚才主播讲的跟第一间房子挺像的哈 它这个厨房 整体的色调是深棕色和这种铝合金 包括这种深色大理石的这样一个一个台面 那这个应该就是浴室 也是像刚才讲的大同小异 基本上差不多 然后这个是后院的这样一个设计 然后我觉得夏天到了 尤其是在疫情期间啊 我们可以做一些花花 我们可以种一些花花草草呀 尤其有看很多华人喜欢在后面种点大葱大蒜啊 尤其是在那个炒菜的时候 特别着急的时候 可以从自己家货院直接摘一把蒜 我们就可以做那个做饭吃了哈 他这个是想要向你展示一下 他从窗户我一看的这个view 夜景应该是很美的 综合看我还是觉得说主打性价比的这座城市 这个房子主播还是相当推荐的 那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周边街景 周边街景也是这个West Carolina 比较常见的这样一个状态 应该讲来说就比较烟火气息比较重一点 比较正常一点 大家觉得住的也挺快乐的 你看邻居之间包括这么整体一个构造 我们再看一下相关行业 相关行业周围呢 也有这么多建筑公司啊工程公司啊 还有建筑印图公司啊等等等等的 啊再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所谓的相关行业呢 就是说咱们每一次你无论是想万为卖还是买的时候 或者说你对这里面东西不满意 那大家可能说哎我需要一个设计公司 帮我设计一下呀 或者说帮我重新改建一下我们家柜子的size啊 我们家柜子的形状啊 或者帮我重新打一个东西啊 相关行业为大家提供这么一个东西 而且包括你家水管漏水呀 房屋顶漏水呀 我们都可以在这个上面找到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中国 尤其他是说中语啊中语去了 说Mandarin说汉语的这样的一个商家 比较好沟通一点 同时呢也别忘了提醒大家哈 这个我们CCHP的买房助手 这个是我们的热线电话 然后你有什么问题呢 你可以把你的这个姓名啊邮箱啊电话收入进去 包括我们也可以帮你提供一些贷款一样的服务 没事多问一问嘛 问一问这样的话 我们大家积累一下这样的一个经验 对我们买房来讲也是比较好一点的 包括你看在这个地方 你看这个房子售价是79.6万是吧 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价钱输入进去 其实我们系统已经帮你默认的好了 比方说啊我想交20%的首付 我先付这么多钱 那贷款年限呢 你也可以选择15年 也可以选择30年 然后这个是利率是多少 然后同时我们也可以查看更多利率嘛 我们可以看一下有这么多银行可以给大家选择 30年每家银行也稍稍有点不太一样 15年有点不太一样 那我们也可以根据我们自身的这样一个状况 包括以前的时候跟哪一些有合作的 比较用的比较顺手的 比较熟悉一点的 或者是说你跟我们这边的这个客服联系一下 帮你分析一下 你看用哪一家银行啊 用什么样的贷款利率啊 更有益于您 我觉得这样的话大家就有一个概念是不是 尤其是这种贷款东西大家越早准备越好 因为它房子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事情嘛 它涉及到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早一点做准备 那可能我们就一是可以买到好房 二是对你生活的其他方面呢 也有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照应 好 这是第二栋房子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栋售价稍微贵一点的 一百将近140万的话 138.8万的这个房子 它也是一个独立屋 那室内面积呢是287平方米 土地面积就比较大了 将近八九倍了 2070平方米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图片 这个是具体的地址 大家每次不要忘了 这个是具体地址 有五个卧室和三个浴室 那从外观上看呢 肯定就是比我们中位价钱的房子 看起来要稍微气派一点了 因为一分钱一分货嘛 然后我们点击进入 你看它整体的感觉就是比较大气一点 然后一进来 我先把整体的风格先大体浏览一下 我觉得这个装修风格呀 可以看得到它是中西合璧的感觉 好我们来一个个剖析哈 首先呢一进来之后你看 它选择是中式比较喜欢的 这样的一个地板的颜色和这样的一个地板的一个设计 然后包括这个植被哈 看不是植被啦 这样的一个装饰的这样的一个花 盆栽 但是你看它在这个沙发的设计和这个 柜和前面放的这个柜子的这样的一个设计 以及楼梯的这样的一个颜色 就可以看得到隐隐约约可以感受得到 是中西合并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然后我们再继续看 你看 在这样一个餐桌上呢 放了一个很西式的一个竹台 包括这个吊顶的这个吊灯呢 也是采用了非常bling bling的这样一个水晶的这样的一个设计 就感觉说这个设计啊 应该是受中西文化的这样一个熏陶 然后取其精华 取其糟粕 把它合并起来 然后你看在这个地方呢 你比较简约了嘛 你看白色 包括这种马赛克的这种 强砖的这样一个设计 然后我们继续往下看 包括厨房 可以感受得到那种感 主播讲的那种那种感觉吧 中西文化那种交流的感觉 但是私心来看啦 我是非常非常喜欢厨房的这种装修风格的 然后感觉一进来之后就很很轻松很愉快 我不觉得做饭是一件很很累的事情 尤其是你每天你想想你工作压力很大的时候 你来到了厨房看到 哦不太想做饭 那种感觉是不是不太舒服 但是这个风格让我心情比较好一点 然后这个应该是洗衣房 然后这个是浴室 它这个卧室的设计比较好哈 我们可以看得到 它这个首先这个吊顶的形状 其实主播是非常喜欢这样一个吊顶的形状 一个走势的 因为我感觉好像在错落之间有一种层次感 而且在这个地方可以稍微高一点 比方你看有两两个这种大的这种这种窗户 采光是非常好的 嗯 你看它这个浴室也是够大的哈 这个颜色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啊 这种很压得住气场的颜色 同时我感觉这个材质应该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却采用的对比很强烈 这种浅蓝色的天空设计 就让我感觉到嗯 很有品位 同时在这个地方你看玻璃门 这样里面应该是那个 应该是放衣服或者是放一些杂物的这个地方 但是它采用了这种玻璃的设计 就可以把空间变得搭抱起来 就变得更加的宽敞明亮 然后这个应该是办公的地方 而且这个地方应该是私人的小收藏 嗯 空间是比较大的 这个应该是加的这样的一个后院 你看哈 它这个后院做的都有点像那个 嗯 很有欧式风格 我觉得后院的这样一个设计 但是隐隐于又可以感觉到中式的那种 那种元素也在内 我觉得它这个风格装修是比较统一的 就是反复强调的 就是中西河地的这样的感觉 同时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泳池 它这个泳池的形状有点像那个Gatty Center 里面那个别墅 然后一进来之后那个那个 泳池设计的一个形状 哦 这里还有一个可以打网球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也可以打篮球 有运动细胞的你呢 我觉得尤其是在家隔离期间呢 这种有自己私人的这样的一个场所 我觉得来讲 不会让你感觉到特别的恐慌 就是说不会在家憋的说 哎呀受不了了 我觉得这可以抒压的 整体的感觉主播还是非常喜欢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学区资讯 有七分十分哦 这里还有一个十分的一个小学 距离你们家也才1.3英里左右 像主播很多朋友像这个是五个卧室的嘛 你像主播很多的朋友 他们就是爸妈呀 都过来一起去住嘛 可以帮忙照看一下孩子什么的 所以五间卧室基本上是够用的 如果你要是在很多朋友在 尤其是在疫情期间呢 都选择了怀孕 我们五个卧室也可以把我们的这个服务 就是说照看我们这个奶妈什么的 或者是住客房也是够用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房子还是比较不错的 看一下生活资讯 生活资讯你看有Tokyo Central啊 Walmart啊 还有Alberson啊 然后也有些太平洋岛超市啊什么的 看一下美食 哦85度C 然后看一下有没有比较 大韩蒙古烤肉 看一下饮品 嗯 不错哈 看一下周边成交 相对来讲大家可以看得到哈 这个区域的价钱就比较高一点 都是100万左右 你看100又200万左右的房子 相对来讲价钱高的这个地方呢 治安相对来讲要更加的好一点 它人流啊应该是比较少一点的 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 相关行业 嗯 好 看一下 这个房子我们先看到这哈 我们再来看一栋 77.2万的房子 看一下 售价是77.2万 然后也是五个卧室 三个浴室的这样一个独立屋 那室内面积是197平方米 土地面积是563平方米 然后看一下图片 它放这个图片就表示说它的绿化是比较好的 想想想你强调一下它的点是什么 这个有意思了 这个应该是客厅我觉得 但是它这个风格我感觉是真的是很简约 我们再继续往深层挖一挖看一看 它这个厨房的设计啊 就是比较现代主义的 包括这个大理石镜面的颜色也是浅规色白色 然后我们看一下还有这种双拉门设计的这样一个大冰箱 我再看一下 哦 我抓得到它这个点了 它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来讲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现代主义风格 因为它的颜色采用的是白色灰色是不同色阶的灰色 然后偶尔会追点黑色 这样的一个设计呢 首先灰色是冷色调 但是呢 如果把灰色运用的比较好呢 可以让整个装修的风格变得比较好 比较明朗 同时呢 它的采光就是说 对采光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要求的 如果你这个地方采光不好的话 会让你整个色调看起来非常的往下去压 让人的心情是非常不愉快的 所以说如果它敢用这种颜色 我们也看出现了这种效果 就说明这个采光应该是非常比较好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 它这个里面我是感觉得到了 包括咱们像刚进来的时候说 哎 它很特别的原因是什么呢 它这个里面哈 它只是帮你把这个大的这样一个framework 大的框架帮你构建好 整体的色调帮你弄建好 包括这个地板的这样一个设计 我觉得是非常有品味的 但是呢 它没有给我们用太多的软软装 就是说咱们主播不是特别喜欢这个沙发 我觉得跟它这个房间的风格有点格格不入 我们大家呢可以 我觉得挺好的 如果你喜欢这套房的话呢 我们搬进去之后呢 就可以充分发挥我们的这个想象力 和你的这个个人偏好 我们可以弄一些这个沙发呀 柜子呀 包括一些墙上的壁画呀 然后也包括一些植物啊 包括吊灯啊 我们都可以根据这个风格呢 在上面锦上添花 把自己的一些情趣 把自己的爱好加入进去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foundation 一个基础 然后我们用自己的这个情绪把它再构建上去 我觉得这个房子总体来讲 我是非常喜欢的 然后也比较现代一点 感觉是非常新的 好 那我们这个看一下 学区资讯 学区资讯呢 看一下哈 嗯 这附近呢 诶有一所九分的学校 这附近的应该教育 这个附近的那个教育 并不是特别占优势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栋房子周边的话 我是说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生活资讯 但是相对来讲 你看生活资讯还是比较 比较那个发达一点的 诶 我觉得这个房子是不是很适合 我觉得好像很多华人房东很喜欢做这种事情 因为我看它是五个卧室嘛 可以把它分租出去嘛 如果疫情过后了 要比较安全一点 所以说它 如果是以这种市场分析的话 那你对这个教育资源 就不需要特别的在乎 那你看一下周围有 SIMS Club 然后有Costco 有九九大华 然后有沃尔玛 嗯 真的是你能想到的应有尽有 其实评估一个地方 是否方便华人的 无外乎就是说 超市多不多 中国超市多不多 中国餐厅多不多 是吧 会说中国的人在你附近多不多 我觉得这个还比较方便一点的 看一下周边成交 大家可以细细去研究一下 看一下周边街景 就像刚才主播跟你讲的 就比较典型一点的West Carolina 基本上都长成这个样子 再来看一下相关行业 那相关行业主播就不跟大家细讲了 包括什么建筑师 建筑材料 橱柜 衣柜制造 室内设计 油漆 然后游泳池 壁纸施工 电供电器 就每一个房子 他周边有一些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商家 如果你要真的感觉这个人很 很适合你呢 我就觉得 那不就做了一件好事吗 大家就省得去到处搜索了是吧 好 那 今天呢 主播带大家呢 看了一下四栋 在West Carolina的房子 那我对这个地方是挺有好感的 因为我很多时候我是因为朋友在那里 也是因为那里比较方便 包括一些吃的呀喝的呀 包括那里面发生的事情让我觉得很舒服 所以我个人来看 West Carolina 其实是一个很适合大家去投资的这样一个城市 自己住也好 然后投资也不错 尤其是像刚才主播跟你讲的性价比嘛 是这个地方比较突出的这样一个地方 同时呢 如果你要真的很喜欢 逛一逛日本超市啊 或者是说那里面几家多福宝也挺好吃的 如果你要真的是因为这个的话搬过来的 我觉得也挺好的呀 因为很生活嘛 就是这种小情绪加在内的 就好像我记得好像有个新闻说 说梁超伟想要说喂一个鸽子 好像买了一张机票就专门去喂 那我也可以为了一家超市 为了一个好吃的东西 我也搬到那个地方去住嘛 但前提条件是这个地方综合来看 确实是比较好的 就是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那好了 那很感谢大家对主播前几期节目 的这个支持 那也希望这期节目呢 可以着实的帮助到您 那大家可以呢 在我的这个视频下方留言 说哎 对最近对房地产有什么看法呀 或者说要各输己见哈 或者说哎 主播我想啊 着重看一看某个地区的某一个房子 你帮我去分析一下 帮我去搜集一下资料 都是ok的 所以大家在下面跟主播去留言哈 大家多互动一下 那好了 那在节目的最后呢 主播还是要叮嘱一下大家哈 最近这个夏天快到了 那心情可能会好了 但是疫情防护呢 一定不要忘了 那保护好自己哈 和你的家人 这样的话咱们 咱们才有更多的时间 或者说有更多的心情 去享受我们的房子啊 去享受美好的生活 那好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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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